音樂 因為我寫的小說主要都是圍繞在一些城鎮的小人物上面 那我自己在寫作的時候除了參照我自己的經驗之外 也會去找一些資料或者是一些歷史的材料 那當我把這個小說完成的時候 我發現說整個很多東西環境然後時代氣氛被拼湊起來之後 這些人物可能他的生人生會受到一個很小的一個小東西影響 然後這個可能都是我以前自己沒有寫想到 比如說像我小說裡面有的人就被一些零錢 或者是被一件衣服等等的東西影響了他之後的命運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回頭看起來就很像是一個象征這樣 所以我聽起來都會解釋好 那文本跟出版 不如說出版